一看到媒體鏡頭馬上往牆邊角落躲 無黨籍立委趙振宇頭上蓋著外套拼命閃 面對連番提問 本來只是蓋住的外套被趙振宇拉得更緊 一點縫隙都沒有 有收回嗎 為什麼要遮住臉 你是有做虧心事嗎 就能進北檢前量體溫 工作人員都只能將溫度計升進外套內 看不到路的趙振宇一路撞一路被戴上樓 狼狽模樣更被網友戲稱 就像過去騙扁小子黃旗 這次檢方在趙振宇家中搜出920萬現金 其實是北檢搜索過程扯出的案外案 被發現殯葬業者陳明漢 因為於陽明山土地屬於第三種一般管制區 沒辦法開發 於是透過白手套郭克明疑似以千萬行賄趙振宇 在2018年施壓營建署變更地幕土地開發 收賄920萬 被查出前收的疑似很大方 但趙振宇平時在立院超級低調 找找找從立院近期沸沸揚揚的人士爭議 藍綠大亂鬥 但畫面就是不見趙振宇 雖他會加入民進黨籍 但平時參與民進黨立院黨團運作 好不容易在鏡頭前找到他 竟是7月10號討世院人士同意權投票 從投票到離開 中間除了民進黨立委鄭運鵬何志偉 主動上前搭話外 趙振宇一分鐘投完票 快閃不停留 宛如立院邊緣人 可以多撕話可以少說 這個人不能亂見 是不是 沒錯 我也講的是正確 諮詢時聲音平和斯文 趙振宇鮮少成媒體訪問對象 就連諮詢畫面 都得特別盡立院紀錄尋找 低到隱形作風 以為不留痕跡 這回卻被意外 順便抓到自己 恐怕連趙振宇自己都想不到 記者講中期林玄 SH小組台北報導